有民眾在網路上發文 昨天從臺東搭乘臺鐵自強號 到新左營的時候 突然被針頭扎到 竟然是有針筒 就藏在椅子的縫隙 而該民當事者也趕緊抽血檢驗 等待報告 臺鐵局已經報警追查 也責成負責車掃作業的清潔公司 務必要嚴格執行清掃工作 不得再有類似的情況發生 列車進站乘客餘貫上車 不過有民眾在網路發文 指出搭乘臺鐵要移動位置時 感覺手掌突然被戳一下 仔細看禁繡針筒藏在椅子縫隙 不少民眾幾乎誇張 該民當事者已經抽血檢驗 等待報告 臺鐵局表示 該民旅客是在八月三日搭乘三七二次 EMU三千行星自強後 從臺東往新左營站時 在座位上被藏在椅背 與椅座縫隙的針頭扎到 應該是先前坐在該座位旅客 不當遺留注射針頭所致 已經報警追查 行為人 目前還沒有接到被害人來報案 那本分局也主動跟這位民眾取得聯繫 我們警察會向鐵路局取得相關資訊以後 主動來追查遺清案情 臺鐵進一步說明 已則成負責車掃作業的清潔公司 務必嚴格執行清早工作 不得再有類似情形發生 臺鐵產業工會坦言 這樣的狀況確實很難避免 清潔列車的時間其實非常的趕 因為我們每一台負責行銷的車 配置的人數大概就是一到兩個人 另外一個如果它是對號的車次 它抵達的時間如果已經非常的晚 其實也是等到司機把車停妥 斷電之後他再上車進行打掃 那其實他這等於是摸黑了 在進行他的這個清潔工作 清潔人力有限 工會也呼籲民眾應發揮功德心 也希望未來台鐵要求承包商 進行列車清潔時 應該同步檢視是否有充足人力 滿足清潔水平 接著我們陳星龍 泰波等